大家好,今天是8月26日星期一 今週應該會見到期指結算的首會更活躍 大市的資金流入前幾天是跌下來的 北水的資金有一點點增加了 看看對於之後的影響如何 在這裏有輕微流出 這裏有一點點流入 都是很細小的東西,都未到三個字 看到三個字,那就好一點點了 基本上,北水開始是正在儲存上來的 留意這裏 正在儲存上來 再看看 進入得多的是有四個集團平安 一種移動等等等等 出的就是這一堆 今天呢 基於上個星期 美國聯邦儲備局長爆發 以說會有減息的 應該要減息了 所以全世界股市都是上升 今天港股上升 板塊是多上升的 但是幅度又不算太多 暫時上升了百多點的指數來講 現在我們看到的 升上最多是煤炭,一般的礦石,保險,保管體 和電水服務 如果要這麼多板塊上升 而真的要升到百零點,二百點,三百點以上 這些東西是一定會出現的 因為這些主要是帶動大市的主要支撐者 煤炭方面我們看到的 就是中煤能源 這個比較大隻 這些升得最多的都是很小的 八個仙 由六個仙升到兩個仙 三個仙左右 不過我們之前都不會賣 好,再一次 一般礦石來說 都是 留意江西銅 銅在未來的電子世界 新能源汽車方面來說 銅一定是可以受到追捧 這個大家值得留意 可以作為相對較長線的投資考慮 木業也是一樣 當中國其他製造業開始 有色金屬 有色抗業 一定會做好 如果是保險方面 保險方面 整體都會有上升 也都已經一再講過了 保險有很多投資 在國債和A股方面 所以當國內的金融市場好 保險股一定會做好 半導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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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中國芯片的出口 我們不要經常看 三納米、七納米、二兩納米、一納米 我們看看二十八、一、二八等 中國的出口已經佔全世界第一位 你猜不到 我只是想問一件事 你認為每一天來講香港 每一天來講香港 是魚翅賣得多 還是粉絲賣得多 魚蛋賣得多 還是鮑魚賣得多 你會知道 其實我們很多東西 不要看這麼高級 我們應該看一些比較中等的東西 我們真的會做得好 中國在這方面 真正執著世界牛耳 電訊服務很簡單 基本上也是 這樣有 基本上也會有 版法方面 今天基本上一片紅 阿里巴巴稍微有些回調 京東方面很慘 跌了很多 又說 旭彥馬 又沽出京東 又說 西方佬有走資 你應該要預住 所以應該要考慮 假裝有西方佬拿著股票 你一定要小心 小心 我們看看旗幟 旗幟今天表現十分好 挑戰了波力的通道是上軸 這應該是第二次挑戰 之前挑戰了 再跌下來 希望可以再上升 基本上升好一點 補中開始彎上 這就是 上個星期我都說了 基本上就是 我們看好後市 後市看好多少 一定要先升穿175 今天是177 175 已經升穿了 升穿175 之後 就可以看幾多 升穿175 之後 可以看這個位置 185 185 之後 可以看這裏 是嗎 就是197 接下來是2萬 在這裏 我之前已經畫了一條線 給大家看 這個下降軌 這已經升了上去 回時支持 現在上升 最重要是升破 這裏 升破了波力加通道 是上軸 上軸是18320 所以 今天曾經一度升破 不如下降 稍後再升破 稍後再升破 18320 接著 可以問一下 185 或者197 很多人都認為 港股已死 港股已死 沒什麼問題 你不買就不買 不過它有升 沒有什麼問題 這個世界 各有各市場去買 芽菜 也有買家 是不是 粉絲也有買家 還有魚翅也有買家 你喜歡什麼都可以 最重要是 你自己找到 認為你足夠的市場活動空間 而可以給你盈利 賺錢就可以了 不要只以為 香港股市已死 認為香港股市已死的人 即是說很簡單 你未見過什麼 1970年代 美股 是橫行了十年 十年 阿哥 好嗎? 講完了 看看圖片 所以 這個世界 完全沒有問題 完全沒有問題 十年裡頭 美股 那時候的十年裡 美股沒有拆 不是 不是整體大雪上升 但個別股票 是會此聲比國 我們需要做 在一個小小波動的空間裡 謀取你上下其手的利潤 這真是好下功力了 好 哎呀 還沒得住 那 今天 可以有什麼呢? 想想 行機